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楼加 哈利路亚 第二届云林祈祷早餐会 8月10号在斗六举行 今年突破去年 参与人数双倍成长近500位参加 以爱在云林荣耀光临为主题 云林乡亲展现出为云林祷告的热切 和支持县府团队的心 众目者一起为县长团队祷告 和一动员的热情 欢迎上帝的荣耀降临 张立善县长不但全程参加 和弟兄姐妹热烈互动 县府团队和乡镇长 更是高达40位参与其中 而张县长深受感动 哽咽落泪 感谢教会长期关怀与带导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主的荣耀 已经降临云林了 我很少听到有歌声当中 那么样的关爱这块土地 为这个国家来祈福 那我内心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刚刚我们刘牧师 奉告耶稣基督的圣明 所说的那一些话 我觉得耶稣基督读懂我的心 也透过刘牧师读出了我的心情 云林联导会以及云林福音使命团 凝聚地区跨宗派教会 在近几年透过走岛 攜手爱无限 关怀县政府与许多家庭 也在连结上有相当的努力 因此举办两年的云林祈祷早餐会 成为教会合一结出来的果子 大家可以成为家人 成为回到天父家里面的人 然后彼此相爱合一 我觉得这是回到云林 觉得要传福音上帝带领的最重要一步 我们才取这个爱在云林 也就是神也在云林 然后祂的光 祂的荣耀就会充满在云林 盼望说云林的众教会能够真正能够看见合一 九十几个教会其实就分了几个大的主流 那我们就盼望说突破这样的一个光景 像这样的聚会是让我们能够 能够组成一个跨教派的一个合作 那我想是越来会越好 云林祈祷早餐会中 聚焦在几方面的祷告方向 妇女与家庭 青少年未来 农与业以及工商发展 社区关怀等议题 接续由张地上县长与众牧者 共同宣读祈祷文 将云林献给上帝 感谢您让这块土地上的居民 淳朴善良勤奋又乐天 云林献的解药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想在不同的中派教会 在不同的地方来努力 但是我们彼此的连结跟认识 其实是并不是那么的深 那借由这样子一个跨中派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也是促进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更多的了解 那我想这也是回应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就是更多的合一 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更多的合一 一起来为了这片土地来努力 云林教会 宪府团队以及职场人士 共同合作关怀土地 为了用行动回应上帝按云林的心 让农业大县成为福音沃土之地 以上是goo tv 新闻中心云林采访报导 甘春天旅以为四季来日子的产生 总至是州人录像人士 达城中心云林采访报导 所以我们也不想要在场内 我还是若为达城中心云林采访报导